春分 紫藤和枣英 平昏春色 一半冷静 一半热闹 雨滴一风为二 月光一半 春光一半 冰雪消融 父母的乡村 却在小河里 渐渐地干涸 只有布骨鸟 还是去年那一只 雾风黑夜白昼 胡罗殷勤 春分 我的小城昼夜平昏 而父亲夕阳西下 母爱孤月高悬 我的心摔成两半 一半爱 一半母独爱 黑夜是凝滞的岁月 岁月是流动的黑夜 你停在门口 回过头 递给我短短的一片 这就是离别吗 难道一切都将被忘却 像绚丽的秋天过去 到处要蒙上 冷漠的白雪 我真爱古诗 但也不畏惧这空旷的拒绝 只要心灵 饮着热血 未来就没有貂蚕的季节 秋风 摇荡满惊 哦 那是永恒在天空书写 是的 一撇就足够了 我已该深深把你感谢 山居秋明 作者王维 空山新雨后 天气晚来秋 明月松金照 清泉石上流 竹车 竹轩归幻雨 联动下雨舟 随意春风蝎 王孙自可溜 不要对一个人太好 因为有一天 你会发现 时间久了 他是会习惯的 然后把这一切看作是理所应当 其实 我们可以蠢到不计代价 不顾回报的 但现实 总是让人寒心 其实 你明明知道 罪以卑贱不过感情 罪凉不过人心 节选字 送给自己的情书 春江潮水 连海平 海上明月 共潮声 艳艳随波千万里 何处春江 无月明 江流婉转 绕方殿 月照花林 接四季 接四季 空里 流霜 不绝飞 听上白沙 看不见 江天 江天 江天一四 无千尘 角角空中 孤月轮 江畔何人 初见月 江月 何年 初照人 人生 人生 代代 无穷已 江月 年年 望相似 不知 不知江月 带何人 淡见 长江 送流水 白云一片 去幽幽 清风 谱上 不胜愁 谁家今夜 扁周子 何处相思 明月楼 可怜楼上 月徘徊 应照离人 庄静台 玉户连中 卷不去 岛衣针上 浮海来 此时相望 不相闻 愿竹月华 刘赵君 红雁长飞 光不渡 鱼龙浅月 水成文 昨夜闲谈 梦莫花 可怜春半 不还家 江水流春 去玉尽 江潭落月 不西霞 鲜月沉沉 藏海雾 结石消香 无羡慕 不知成月 几人归 落月遥青 满江树 分享给朋友们一首 温国珍 先生的小诗 让我怎样感谢你 让我怎样感谢你 当我走向你的时候 我原想收获一缕 你却给了我整个春天 让我怎样感谢你 当我走向你的时候 我原想 你却给了我整个海洋 让我怎样感谢你 当我走向你的时候 我原想 携取一枚红叶 你却给了我整个风铃 让我怎样感谢你 当我走向你的时候 我原想 亲吻一朵雪花 你 却给了我 银色的世界 朋友们 大家晚上好 今天 读到了一首 不错的小诗 现在 分享给大家 题目就叫做 我喜欢 春天的一路繁花 作者南墙 我喜欢春的末尾 那是个 温暖和煦的世界 我把它称作暖春 暖春世界 一路繁花 点缀着那绿色世界 空气 弥漫着绿的青心 花的芬芳 泥的唇香 我喜欢暖春世界的花 尤其是那个世界的樱花 因为小时候 妈妈总牵着我 穿过村头那片樱花林 随风飘落的樱花 好似漫天白雪般 翻飞着 这有温度和清香的雪花 灑落在我和妈妈的头上 妈妈的脸颊 露出少见的温柔的笑 我喜欢暖春 喜欢她的繁华 喜欢她的艳丽 喜欢她 走显的活力 最喜欢的 是她的温暖 想集中 妈妈的怀抱 更喜欢的是那柔和的风 喜欢她 轻轻拂过 妈妈的手掌 抚凭 她被寒冷 俊烈的痕迹 叶子与果实 作者谭旭东 去捡树叶了吗 秋天快要走了 风 会带走这个树的孩子 去收集果实了吗 用信封包好 寄个春天 送给泥土 叶子有爱 果实是新 把叶子和果实藏好 过一个温暖的冬天 山居秋明 作者王维 空山新雨后 天气晚来秋 明月松间照 清泉石上流 竹转转暂宽 彌宪归幻根 联动下渔舟 随意春方歇 王孙自可留 永远的记忆 作者苦灵 小学的时候 有一次我们去海边远足 妈妈没有做便饭 给了我十块钱买午餐 好像走了很久很久 终于到海边 大家坐下来便吃饭 荒凉的海边没有商店 我一个人跑到防风林外面去 吉任老师 要大家把吃剩的饭菜分给我一点 有两三个男生留下一点给我 还有一个女生 她的米饭拌了酱油 很香 我吃完的时候 她笑眯眯地看着我 短头发 脸圆圆的 她的名字叫翁香玉 每天放学的时候 她走的是经过我们家的一条小路 带着一位比她小的男孩 可能是弟弟 小路边是一条清澈见底的小溪 两旁竹音覆盖 我总是远远地跟在后面 夏日的午后特别炎热 走到半路她会停下来 拿手帕在溪水里浸湿 为小男孩擦脸 我也在后面停下来 把肮脏手帕弄湿了擦脸 再一路远远地跟着她回家 后来我们家搬到镇上去了 过几年 我也上了中学 有一天放学回家 在火车上 看见斜对面一位短头发 圆圆脸的女孩 一身肃静的白衣黑裙 我想 她一定不认识我了 火车很快到站了 我随着人群挤向门口 她也走进了 叫我的名字 这是她第一次和我说话 她笑眯眯地 和我一起走过乐台 以后就没有再见过她了 这篇文章 收在我出版的 《少年心事》这本书里 书出版后半年 有一天 我忽然收到出版社转来的一封信 信封上是陌生的字迹 但清楚地写着我的本名 信里面说 她看到了这篇文章 心里非常激动 没想到在离开家乡 漂泊异地这么久之后 会看见自己 仍然在一个人的记忆里 她自己 也深深记得这其中的每一幕 只是没想到 越过遥远的时空 竟然另一个人也深深记得 生长善良 作者 高尔基 我们的生活是令人惊奇的 这不仅因为 在我们生活中 这层充满种种畜生般的坏事的土壤 是如此富饿 是如此富饶和肥沃 而且还因为 从这层土壤里 仍然胜利地 生长出鲜明 健康 富有创造性的东西 生长着善良 人所固有的善良 这些东西 唤起我们一种 难以摧毁的希望 希望光明的 人道的生活 终将苏醒 好吧 我们不再一起漫游 消磨这幽深的夜晚 尽管这颗心 仍旧迷恋 尽管月光还那么灿烂 因为利剑能够磨破剑鞘 灵魂也不胸膛磨得难受 这颗心啊 它得停下来呼吸 爱情也得有歇息的时候 虽然夜晚为爱情而降临 很快的 很快又是白昼 但是 在这月光的世界 我们已不再一起漫游 雷雨 满天的乌云 黑沉沉地压下来 树上的叶子一动不动 蝉一声也不出 忽然一阵大风 吹得树枝乱摆 一只蜘蛛 从往上垂下来 逃走了 闪电越来越亮 雷声越来越响 花花花 花花花 雨下起来了 雨越下越大 往窗外望去 树啊 房子啊 都看不清了 渐渐渐的 渐渐的 雷声小了 雨声也小了 天亮起来了 打开窗户 清新的空气迎面扑来 雨停了 太阳出来了 一条彩虹挂在天空 蝉叫了 蜘蛛又坐在网上 池塘里的水满了 青蛙也叫起来了 这世上 没有过不去的坎 作者 凉爽 不行就分 喜欢就买 最坏不过重启 试试 没有过不去的坎 看到手机电量 不足百分之十 急也没用 你还得一格一格的充电 人生也是 二十多年的光景 足够慢炖一个姑娘 无需八角回乡 闻火收汤 给春天画符画 作者 李德明 首先 我在纸上 涂满了绿色 这是 小草的颜色 是树叶的颜色 我又打开了红色的颜料 一束束束的桃花 都在盛开 我还要使用黄色 画出那一大片油菜花 当然 我还要画一画 蔚蓝的天空 结白的云朵 好闻的花香 暖暖的春风 燕子的明觉 这些 该用什么颜色呢 给春天画画 我用尽了 我用尽了所有的颜色 却还觉得有些单调 我也有妈妈 作者 桃子夏张辈 她离乡打工 独子 豆豆 交给爷爷带 豆豆调皮 经常跟隔壁的泥泥打架 她恨铁不成钢 春节回家 训斥豆豆 不许打架 跟妈妈去隔壁道歉 豆豆委屈地哭 谁叫她骂我是骗子 母子到了邻居家 一见到妮妮 豆豆攥紧妈妈的手 骄傲地对妮妮说 哼 你看 我没骗你吧 我也有妈妈 雪地上的叶 是一只长着黑白毛色的狗 月亮是她时尔伸出的舌头 星星是她时尔露出的牙齿 就是这只狗 这只被冬天放出来的狗 这只警惕地围着我们房屋转悠的狗 正用北风的那长生使人从安睡中惊醒的声音 冲着我们嚎叫 这使我不得不推开门 愤怒地朝她走去 这使我不得不对着黑夜怒斥 你快点从那滚开吧 可是 黑夜并没有因此而离去 这只雪地上的狗 照样在外面转悠 当然 它的叫声也一直 持续了很久 直到我由于疲惫 不知不觉地睡去 并梦见眼前一世 春暖花开的时候 未必 作者吉米 终于明白 一个人是无法抵挡 所有的事情的 有时候一朵白云的阴影 也会令人窒息 风轻柔地吹散一眼 小鸟轻松地衔走白云 微风可以做到的 我未必能做到 小鸟可以做到的 我未必能做到 你能做到的 我未必能做到的 我在最温暖的地方等你 作者刘莫文 谢谢时差 谢谢距离 谢谢周夜的陪伴 也谢谢关键时刻的孤单 他不再惧怕 月亮盈亏时光的流逝 和努力之后 不尽如人意的遗憾 他学会了 好好经营生意 好好经营自己 他终于明白了 那些不安和恐惧 都源于自己 弱小和故作愤怒的情绪 他把对于一个人的情感 全部倾注于双手 认真对待每一样食物 做的东西 越来越美味 他变得更加淡定 学会了安静地等待一个人 理智地选择方向和脚下的路 温柔地与生活相处 秋天 作者顾成 黑夜是凝滞的岁月 岁月是流动的黑夜 你停在门口 回过头 递给我短短的一撇 这就是离别吗 难道一切都将被忘却 像绚丽的秋天过去 到处要蒙上冷漠的白雪 我真爱果实 但也不畏惧这空旷的拒绝 只要心灵 把你感谢 慢时光 老一辈的爱情 就是这样 不慌不忙 也不是那么的轰轰烈烈 偶尔会磕磕绊 但还是会相互扶持着 走完这一生 他们嘴上从来不说什么爱情 却把每一天都过成了爱情里最温暖的样子 那天看到一句话 现在的年轻人已经不敬畏爱情了 聊几句 就可以说我爱你 见几次面 就可以在一起 一点小事就要分手离婚 快餐式的爱情 和婚姻 让每个年轻人都变得浮躁 可能经历之后 我们都开始 羡慕老一辈的爱情 叫一声老婆容易 叫一声老太婆太难 爱情和婚姻一样 都是细水长流 希望我们在爱情里 都能遇见一个人 陪你从天光乍线 走到暮雪白头 希望我们都可以把时光变慢 慢到一生只够爱一个人 童年的水墨画 街头 听不见马路上车辆喧闹 哪管它街头广播升高 书页在膝盖上轻轻地翻动 嘴角映着丝丝抹不掉的笑 阳光 阳光从脚尖 钓竿上立着一只红蜻蜓 忽然 忽然 扑通一声 笑笑哈哈 而是我站在你的面前 你却不知道我爱你 世界上最远的距离 不是我站在你的面前 你却不知道我爱你 而是爱到痴迷 却不能说我爱你 世界上最远的距离 不是我不能说我爱你 而是想你痛彻心疾 却只能深埋心底 世界上最远的距离 不是我不能说我想你 而是彼此相爱 却不能够在一起 世界上最远的距离 不是彼此相爱 却不能在一起 而是明明无法抵挡 这一股气息 却还装作毫不在意 世界上最远的距离 不是明明无法抵挡 这一股气息 却还得装作毫不在意 而是用一颗冷漠的心 在你和爱你的人之间 在你和爱你的人之间 绝了一条无法跨越的勾曲 世界上最远的距离 而是同根生长的树枝 却无法在风中相依 世界上最远的距离 不是树枝无法相依 而是相互瞭望的星星 却没有交汇的轨迹 世界上最远的距离 不是星星之间的轨迹 而是纵然轨迹交汇 却在转瞬间无处寻觅 世界上最远的距离 不是瞬间便无处寻觅 而是尚未相遇 便注定无法相聚 世界上最远的距离 是鱼与飞鸟的距离 一个在天 一个却深浅海底 假如生活欺骗了你 不要悲伤 不要心急 忧郁的日子里 需要镇静 相信吧 快乐的日子将会来临 心儿永远向往着未来 现在却尝试忧郁 一切都是瞬息 一切都将会过去 而呢 过去的 就会成为 亲切的怀恋 大鱼海棠 节选 坐着梁旋 所有活着的人类 都是海里 都是海里一条巨大的鱼 出生的时候 它们从海的此岸出发 它们的生命 就像横跃大海 有时相遇 有时分开 死的时候 它们便到了岸 各去各的世界 一去二三里 烟村四五家 亭台六七座 八九十枝花 黄河远上白云间 一片孤城 万任山 枪笛何须 怨阳柳 春风不渡 玉门关 贤居少林病 草境入荒原 鸟宿池边树 声敲月下门 过桥分野色 一时动云根 暂去还不来 忧气不复言 君不见 黄河之水 天上来 奔流到海 不复回 君不见 高堂明镜 背白发 朝如青丝 木成雪 人生得意 须尽欢 莫是金尊 空对月 天生我才 必有用 千金散尽 还不来 烹羊宰牛 且为乐 会须饮三百杯 曾夫子 丹秋生 枪尽酒 杯莫停 于君歌一曲 请君为我 倾耳听 忠古转语 不足贵 但愿长醉 不复行 古来圣贤 皆寂寞 唯有银者 留其名 陈王 昔时 雁平乐 走九十千 自欢谢 主人 何为严少前 静居 孤居 对军酌 五花马 千金球 火将出 换梅酒 鱼儿同宵 万故 愁 一棵开花的树 作者 徐慕容 如何让你遇见我 在我最美丽的时刻 为这 为这 我已在佛前 求了五百年 求佛让我们结一段成缘 佛于是 佛于是把我画作一棵树 长在你必经的路旁 佛于是把我发作一棵树 阳光下 在你身后落了一地的 朋友啊 那不是花瓣 那是我凋零的心 谈生命 作者冰心 不是每一道江流都能入海 不流动的变成了死湖 不是每一粒种子都能成树 不生长的变成了空壳 生命中不是永远快乐 也不是永远痛苦 快乐和痛苦是相生相成的 等于水稻要经过不同的两岸 树木要经过长遍的四十 在快乐中 我们要感谢生命 在痛苦中 我们也要感谢生命 快乐固然兴奋 苦痛又何尝不美丽 有一句话 我只问这一次 以后都不会再问 为什么是我 答案很长 我得用一声去回答你 准备好听我了吗 夏天来了 阳光调皮的钻过树叶 偷听小鸟儿低语 还悄悄抚摸瞌睡的虫子 风不再那么淘气 不在草地上风跑 不和阳光捉迷藏 风在紫藤架上 弹了一下 就悄悄躲到了灌木丛 突然 突然 一只彩蝶飞来 它吸引了所有好奇的目光 在天晴了的时候 该到小镜中去走走 给予润过的泥露 一定是凉爽 又温柔 炫耀着心绿的小草 一下子洗净了沉垢 不再胆怯的小白菊 慢慢地抬起他们的头 湿湿寒 湿湿暖 然后一半半的战头 抖去水珠的凤蝶 在木叶间自在咸游 把她的试彩的智慧书页 抱着阳光 一开一收 到小镜中去走走吧 在天晴了的时候 赤着脚 斜着手 踏着西泥 射过西流 新阳 推开了阴霾了 溪水 在微风里 运咒 看山间移动的暗绿 云的角际 它也在咸游 你还在我身旁 瀑布的水 逆流而上 蒲公英种子 从远处飘回 聚成伞的模样 太阳从西边升起 落向东方 子弹退回枪堂 运动员回到了起跑线上 我 我交回了 录取通知书 忘了十年寒窗 厨房里飘来饭菜的香 你把我的卷子 签好名字 关掉电视 帮我把书包背上 你 还在我身旁 声如下花 作者 泰格尔 我听见回声 来自山谷 和心间 以寂寞的镰刀 收割 空旷的灵魂 不断地 重复 决绝 又重复 幸福 终有 绿洲 摇曳在沙漠 我相信自己 生来如同 璀璨的夏日之花 不雕不败 腰夜如火 承受心跳的复合 和呼吸的累赘 乐此不疲 我听见音乐 来自月光和动体 补极端的诱饵 补获 飘渺的唯美 一生 充盈着激烈 又充盈着纯燃 总有回忆 贯穿于世间 我相信自己 此时如同静美的秋日落叶 不胜 不乱 姿态如烟 即便枯萎 也保留 风机轻骨的傲然 玄之又玄 我听家爱情 我相见爱情 爱情是一潭 挣扎的蓝枣 如同一阵 细微的风 穿过我失血的静脉 驻守岁月的信念 我相信 一切能够听见 甚至遇见离散 遇见另一个自己 而有些瞬间 无法把握 任凭东走西顾 逝去的必然不返 请看我投掷三花 一路走来 一路盛开 频频遗漏一些 又深陷风霜雨雪的感动 般若波罗蜜 一声一声 生如下花 死如秋叶 还在乎拥有什么 无言的暗夜 作者 卡罗尔·安达菲 在这漫漫长夜的另一边 我们遥遥相隔 我在想你 月光慢慢从房间溜走 这是快乐的 或者我应该抛开这想法 说这是悲伤的 在某个时间里 我唱着你无法听到的 一支不成曲的渴望之歌 拉拉拉 听到了吗 我闭上眼 想象 我穿越漆黑的山 来到你身边 因为我爱你 而这就是爱 丰富的单纯 作者周国平 对于新的境界 我所能给出的最高赞誉就是 丰富的单纯 这大概上属于一种极其健康 生长的情况 一方面 始终保持儿童般的天性 所以单纯 另一方面 天性中蕴含的各种能力 得到了重分的发展 所以丰富 我所知道的一切精神上的伟人 他们的心灵世界 无不具有这个特征 其核心始终是单纯的 却又能够包容丰富的情感 体验和思想 与此相反的境界是 贫乏的复杂 这是那些平庸的心灵 他们被各种人际关系 和利害计算占据着 所以复杂 可能完全缺乏精神的内涵 所以又是一种贫乏的复杂 除了这两种情况外 也许还有贫乏的单纯 不过 一种单纯 倘若没有精神的光彩 我就宁可 说它是简单 而不是单纯 有没有丰富的复杂呢 我不知道 如果有 那很可能是一颗 魔鬼的心吧 享受幸福 是需要学习的 当幸福即将来临的时刻 需要提醒 人可以自然而然地学会 感官的享乐 却无法天生 掌握幸福的韵律 灵魂的快意 同器官的舒适 像一对孪生兄弟 十二相棒相依 十二南辕北辙 幸福 是一种心灵的震颤 它像会倾听音乐的耳朵一样 需要不断地训练 简言之 幸福就是没有痛苦的时刻 它出现的频率 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少 人们常常只是在 幸福的金马车 已经驶过很远后 才捡起地上的金棕毛说 原来我见过它 人们喜爱回味幸福的标本 却忽略幸福 披着漏水 散发清香的时刻 那时候 我们往往步履匆匆 瞻前顾后 不知在忙着什么 世上 有预报台风的 有预报蝗虫的 有预报瘟疫的 有预报地震的 没有人预报幸福 其实 幸福和世界万物一样 有它的征兆 幸福 幸福常常是朦胧的 很有节制地向我们 喷洒甘霖 你不要总吸引 轰轰烈烈的幸福 它多半 只是悄悄地 扑面来 你也不要企图把水龙头 凝大 幸福会很快地流失 你需静静地以平和之心 体验幸福的真谛 幸福 绝大多数是朴素的 它不会像西号站似的 在很高的天际 闪烁红色的光芒 它披着本色外衣 温暖地包裹起我们 幸福 不喜欢喧嚣浮华 常常在暗难中降临 贫困中相入以沫的一块糕饼 患难中 心心相应的一个眼神 父亲 一次粗糙地捧摸 女友一张温馨的字条 这都是千金难买的幸福啊 像一里里 坠在旧丑子上的红宝石 熠熠夺目 幸福有时会同我们开一个小玩笑 乔装打扮而来 机遇 友情 成功 团圆 他们都枯似幸福 但他们并不等同于幸福 幸福会借了他们的一群 顿鸟鸟鸟 鸟鸟鸟鸟鸟耳来 走得近了 接去为慢 才发觉它有钢铁般的内核 幸福有时会很短暂 不像苦难似的笼罩天空 如果把人生的苦难和幸福 分至天平两端 苦难体积庞大 幸福可能只是一块小小的矿石 但指针一定要向幸福这一侧倾斜 因为它是生命的黄金 幸福有梯形的切面 它可以扩大 也可以缩小 就看你是否珍惜 往后余生 风雪是你 平淡是你 清平是你 在转瞬间消灭了踪影 你我先逢在黑夜的海上 你有你的 我有我的方向 你记得也好 最好你忘掉 最好你忘掉 在这交会时 互放的光亮 读生 浸入水里 悲伤的是 冬天来时 无处可去寻花 也无处去寻找日光 以及一片浓英 冷酷无情的围墙 只有风信旗 在风中 瑟瑟作响 我曾七次鄙视自己的灵魂 作者 纪伯伦 第一次 当他本可进取时 却故作谦卑 第二次 当他在空虚时 用爱欲来填宠 第三次 在困难和容易之间 他选择了容易 第四次 他犯了错 却借由别人也会犯错来宽慰自己 第五次 他自由软弱 却把他认为是生命的坚韧 第六次 当他比一张丑恶的嘴脸时 却不知那正是自己面具中的一副 第七次 他侧身于生活的污泥中 虽不甘心 却又畏首畏尾 我愿是鸡流 作者 裴多菲 我愿意是鸡流 是山里的小河 我愿意是鸡流 在河流的两岸 我愿意是鸡流 面对阵阵狂风 我勇敢地作战 只要我的爱人 是一只小鸟 在我的稠密的树之间 做磕 鸣叫 我愿意是废墟 在俊峭的山崖上 这静默的毁灭 并不使我傲丧 只要我的爱人 是青青的长春藤 沿着我荒凉的鹅 亲密地攀缘而上 我愿意是草屋 在深深的山谷底 草屋的顶上 饱受崩雨的打击 只要我的爱人 是可爱的火焰 在我的炉堂里 愉快地缓缓闪现 我愿意是云朵 是灰色的破旗 在广末的空中 懒懒地挑来荡去 只要我的爱人 是珊瑚似的夕阳 帮着我苍白的脸 显出鲜艳的辉煌 幸与不幸 作者 大众马 世界上 无所谓幸福 也无所谓不幸 只有一种近况 与另一种近况 相比较 只有那些 曾经在大海里 抱着木板 经受 西风苦雨的人 才能体会到 幸福有多么的可贵 尽情地 享受生命的快乐吧 永远记住 在上帝揭开人类 未来的图景前 人类的智慧 就包含在两个词中 等待和希望 一同开放的花 作者 苍阳家措 你是一只 肃静的白花 我是一只 灿烂的红花 我俩 躺得心同意合 尽可在 风前月下 一同开放 桃花屋里 桃花庵 桃花庵里 桃花仙 桃花仙人 种桃树 又摘桃花 卖酒钱 酒行 桃花庵 酒行只在 花前坐 酒醉 还来 花下棉 半醒半醉 日复日 花落花开 年复年 但愿老死 花酒均 花酒均 不愿鞠躬 车马前 车辰 别人笑我太疯癫 我笑他人 看不穿 不见武林 好节目 无花无酒 除作甜 缺口 作者 吉米 所有的悲伤 总会留下一丝 欢乐的线索 所有的遗憾 总会留下一处 完美的角落 我在 冰封的深海 找寻 希望的缺口 却在 午夜惊醒时 漠然瞥见 绝美的月光 我打开 春天的窗 作者 张慕迪 我打开 春天的窗 牵牛花 吹着喇叭来了 蜗牛背着房子来了 小草 牵着绿色来了 世界 为谁而笑 大街上 许多只 不露声色 我打开 春天的窗 就像打开我的思想 呼吸 和言语 解冻的 冰零仍倒挂在我的窗檐 滴滴答答 那是一种 声音的光芒 答案 作者 顾成 这是最美的季节 可以忘记梦想 到处都是花朵 满山阴影飘荡 这是最美的阴影 可以摇动阳光 轻轻走下山去 酒杯叮当作响 这是最美的酒杯 可以发出歌唱 放下花香捡回 四边都是太阳 这是最美的太阳 把花印在地上 谁要拾走影子 谁就拾走光芒 别丢掉 作者 林徽音 别丢掉这一把过往的热情 现在流水似的 轻轻在幽冷的山泉底 在黑夜 在松林 叹息似的渺茫 你仍要保存着那针 一样是明月 一样是隔山灯火 满天的星 只有人不见 梦似的挂起 你向黑夜要回 那一句话 你仍得相信 山谷中留着 有那回音 记得早前少年时 大家诚诚恳恳 说一句誓一句 清晨上火车站 长街黑暗无行人 卖豆浆小店 冒着热气 从前的日色变得慢 车 马 邮件 冬漫 一生只够爱一个人 从前的锁也好看 钥匙精美有样子 你锁了 人家就懂了 每个人都是自己命运的设计师 作者 培根 命运的轨迹 就像是天上的银壳 无数的星星聚集在一起 组成了银壳 但是看上去银壳 不是分散的星星点点 而是一条完整的光带 同样的道理 促使一个人有较好的时韵 也是由于他身上的小小的优点或长处 或者说是一些好的习惯和能力 我在春天等你 作者 话语 当柳树的枝头 泛出第一缕鹅黄 我难以抑制的喜悦 雀跃着 跳出胸膛 在早春的枝头 东张西望 我在春天等你 当逃躲的花蕾 初次露出粉红的笑脸 我百转千回的期盼 迫不及待地爬上枝头 蕴染了一束桃红 我在春天等你 当田野的小草 长出第一缕心绿 我如潮水一般的思念 冲破寒凉的树幅 飞遍万水千山 我在春天等你 当南非的大雁开始归来 我望眼欲穿的等待 插上翅膀 跟着大雁的身影飞翔 我在春天等你 亲爱的 我的城已经春衣盎然 我的心已被春的气息富裕 推开窗 与一缕晨光相遇 望着冲光明媚的方向 我在等你 今天分享给大家一首南宋爱国世人 慈人陆游所写的一首颂词 当年万里密封口 匹马树梁舟 观河梦断河处 沉暗旧雕囚 湖未灭 病先秋 泪空流 此生谁料 心在天山 身老 苍舟 风 作者叶盛桃 谁也没有看见过风 不用说我和你了 但是 树叶颤动的时候 我们知道 风在那儿了 谁也没有看见过风 不用说我和你了 但是树梢点头的时候 我们知道 风正走过了 谁也没有看见过风 不用说我和你了 但是河水起波纹的时候 我们知道 风来游戏了 朋友们 大家早上好 今天带给大家一首 鲁迅先生所作自嘲 分享给朋友们 蕴焦滑盖 欲何求 未敢翻身 已碰头 破冒遮延 过闹事 漏船载酒 泛中流 横眉冷队 千夫指 扶手甘围 如此牛 躲进小楼 成一桶 管他冬夏 于春秋 朋友们 大家早上好 分享一首 王周恩老师演的那个天道里面 丁元英 宋都的那首 不算子 自嘲 带给大家 本事后山人 偶坐前堂客 罪务金阁半卷书 坐井说天阔 大致戏功名 海斗粮福祸 论到团中羞涩时 怒指乾坤错 于美人 作者 南唐后主 李渝 春花秋月 何时了 往事 知多少 小楼昨夜 又东风 故国不堪回首 月明中 刁蓝玉器 应由在 只是 朱延改 问君能有几多愁 恰似一江春水 向东流 宋别 作者 李书童 长亭外 古道边 芳草 必连天 晚风浮流 笛声残 夕阳 山 外山 天之崖 地之脚 之脚 半灵落 一壶戳酒 尽于欢 今宵 别梦寒 长亭外 古道边 芳草 必连天 问君此去 及时还 来时 莫徘徊 天之崖 地之脚 只脚 半灵落 人生难得 是欢聚 唯有 别离多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篇 艳疏的 幻西沙 这首词是 伤成感识之作 但感伤情绪 并不能欲 只是传达出一缕 若有若无的 淡淡咸潮 意韵优微 淡雅温和 尤其是 无可奈何 花落去 似曾相识 艳归来两句 情智缠绵 音调写晚 对丈恭吻 宛如天成 一曲心词 酒一杯 去年天气 旧亭台 夕阳夕下 几十回 无可奈何 花落去 似曾相识 艳归来 小缘相近 独徘徊 背影 作者 汪国珍 背影 总是很简单 简单 是一种风景 背影 总是很年轻 年轻 是一种清明 背影 总是很含蓄 含蓄 是一种魅力 背影 总是很孤灵 孤灵 更让人记得清 茶馆 节选 坐着老舍 一进门 是柜台与炉灶 未省点事 我们的舞台上 可以不要炉灶 后面有些锅勺的响声 也是够了 屋子非常高大 摆着长桌与方桌 长凳与小豆 都是茶座 隔窗可见后院 高搭着凉棚 棚下也有茶座 屋里和凉棚下 都有挂鸟笼的地方 各处都贴着 莫谈国事的纸条 有两位茶客 不知姓名 正眯着眼 摇着头 拍板低唱 有两三位茶客 也不知姓名 正入神的欣赏着 瓦罐里的蛆蟲 两位穿灰色大衫的 宋恩子与吴翔子 正低声的谈话 看样子 他们是北衙门办案的 也就真激怒了 今天又有一群打群架的 据说是为了争一只加哥 热气非用武力 解决不可能纠纷 假如真打起来 非出人命不可 因为被约的打手中 包括着 善普营的哥们和酷兵 伸手都十分厉害 好在 不能真打起来 因为在双方 还没把打手约齐 已经有人出遍调停了 现在双方都在这里面会面 三三两两的打手 都横眉立幕 短达伴 随时进来 往后院去 马五爷 在不惹人注意的角落 独自坐着喝茶 王立发高高的坐在柜台里 糖铁嘴 积拉着鞋 身穿一件 极肠极脏的大布衫 耳朵上夹着几张小纸片 进来 向左走 向右走 作者吉敏 那年的冬天 特别寒冷 整个城市 笼罩在衣湿的雨里 灰蒙蒙的天空 迟迟不见着阳光 让人感到莫名的沮丧 常常走在街上 就有一种落泪的冲动 他习惯向左走 他习惯向右走 他们始终不相遇 就像都市里大多数人一样 一辈子也不会认识 却一直生活在一起 人生总有许多巧合 两条平行线 也可能会有交汇的一天 人生总有许多意外 握在手里面的风筝 也会突然断了线 在这个熟悉又陌生的城市中 无助地寻找一个 陌生又熟悉的身影 他们彼此相信 是瞬间的热情 让他们相遇 这种相遇是美丽的 微光 作者林青炫 纵使太阳和星月都冷了 群山草木都衰尽了 香楼的微光 还在记忆的最初 在任何可见和不可知的角落 温暖的燃烧者 茶馆第三幕 王立发 哎 改良 我老没忘改良 总不肯落在人家后头 卖茶不行啊 开公寓 公寓没了 天平书 平书也不叫做啊 好 不怕丢人 想天女招待 人总得活着吧 我变尽了方法 不过是为了活下去 是啊 该贿赂的 我就递包府 我可没有做过缺德事 伤天害的事 为啥就不叫我活着呢 我得罪了谁 谁 皇上 娘娘 那些狗男女 都活得有滋有味的 但不许我吃窝窝头 这谁出的主意啊 长四眼 盼啊 盼啊 只盼谁都讲你 谁也不欺负谁 可是眼看着老朋友们一个个的不是饿死 就是叫人家杀了 不过呀 就是有眼泪也流不出来了 那松二爷 我的朋友 饿死了 连棺材还是我给他画原画来的 他还有我这么个朋友 给他画了一口四块板的棺材 我自己呢 我爱咱们的国呀 可是 谁爱我呢 看 从筐中拿出些纸钱 这遇见出病的 我先是就捡了几张纸钱 没有兽医 没有棺材 我只好给自己 预备下点纸钱吧 秦忠义 四爷 让咱们祭奠祭奠自己 把纸钱撒起来 算 咱们生个老头子的吧 黄厉芳 对 四爷 照老年间的规矩 喊喊 长四爷说 喊喊呗 四市同堂 作者老史 齐家的房子 坐落在西城 户国寺附近的小羊圈 说不定 这个地方在当初 或者真是个羊圈 因为它不像一般的北平的胡同那样 直直的 或略为有一两个弯 而是颇像一个葫芦 通到西大街 去的是葫芦的嘴和脖子 很细 很长 而且很脏 葫芦的嘴是那么窄小 人们若不留心细找 或向邮差打听 便很容易的忽略过去 进了葫芦脖子 便见了墙根堆着的拉起 你才敢放大往里面走 像哥伦布看到海上有漂浮着的东西 才敢更像前进那样 走了几十步 忽然演一鸣 你看见了葫芦的胸 一个东西有四十步 南北有三十步长的圆圈 中间有两棵大槐树 四周游流七家人家 再往前走 又是一个小巷 葫芦的腰 穿过腰又是一块空地 比胸大了两三倍 这便是葫芦肚 胸和肚大概就是羊卷嘛 这还带历史家去考察一番 而且才能断定 齐家的房便是在葫芦胸里 街门朝西 携对着一棵大槐树 在当初啊 齐老人选购房子的时候 房子的地位决定了他的去取 他爱这个地方 胡同口是那么狭窄 不惹人注意 这样使他感到安全 而葫芦胸里又有六七家人家 这使他温暖 门外呢 两株大槐树下可供孩子们玩耍 既无车马 又有槐痘 槐花鱼 槐虫 可以当做儿童的玩具 同时 地点随时漏下 而西通大街 背后呢 是户国寺 每逢七八两日 有庙会 买东西啊 不算不方便 所以 他决定买下那层房子 房子的本身可以 很不很高明 这第一呢 他没有格局 房子是东西长 而南北短的一个长条 所以南北房不能相对 假如相对起来 院子便被挤成一条缝 而坡向轮穿上 房舱中间的走道 南房两间 因此是紧靠着街门 而北房五间 面对着南院墙 两间 东房是院子的东尽头 东房北边有小块空地 那是厕所 南边院墙外 是一家老乡猪店 晒佛乡的长院 有几棵柳树 兴儿又织几树树 否则 齐家的南墙外 便什么也没有了 倒好像是火车站上的房子 出了门便是野地了 第二 房子盖得不顺结实 除了北房的木料 还说得过去 其余的简直没有值得夸赞的地方 在齐老人的手里 南房的三墙 与东房的后墙 便踏倒过两次一刹 而借墙的 都是碎砖头 气的 贪倒是每年雨季 所不能幸免的 院中呢 是一幔土地 没有涌路 每房雨季 院中的存水 就能有一尺多深 这出入都去打着赤脚 臭石 作者 嫁瓶蛙 饿 常常遗憾 南家门口里 那块臭石 它还有有的 窝在那里 牛死的模样 谁也不知道 是什么时候留在这里 谁也不去理会他 此时 每一首思见 门前谈了妹子 奶奶总要说 这块臭石 多爱地面有 丑后把它伴奏吧 它不像 汉北语那样的细腻 可以凿下 可子 雕化 也不像 大情诗那样的广华 可以拱来 欢洒 他精静地窝在那里 渊边的怀疑 没有 逼呼他 话也不在他身上正 谎操边反映出来 子妈上下 慢慢地 竟然修成了履台 黑板 那么这些做孩子的 也讨厌其他 曾合伙又板住他 但离其不走 随时是猪妈他 嫌弃他 也无可奈何 只好让他留在那里去了 终又一日 村子里来了一个田文学家 他在哪家门口楼锅 突然发现这块石层 念广里 骂子拉直了 他再没揍 住了下来 以后又来了好歇人 说这次一块云石 从天上落下来 已经有两三百年了 随间撂不去的东西 不就边来了扯 孝心一一地把他运走 这让他们干得很景气 这又怪又臭的石头 原来是天上的呀 他不过天 在天上发过热 上过广 我们的先祖 回去仰望过他 他给他们带来广名 相望 宠静 而他落下来 在五头里 黄曹里 这一趟就几百年了 那干到自己的无耻 也干到了臭水的味大 那身子冤恨他 这么多年精辉 竟然默默地成熟了一起 而我又离可 神神地干到他那种 不取无界 寂寞的嗓存的味大 过年 作者老舍 除夕也叫年三十 家家张登结彩 人人喜气洋洋 在那个年月 恐怕只有在过年的时候 才能看到大伙的脸上 洋溢的笑容 除夕一大早 我就被鞭炮声 从睡梦中惊醒 父亲也会在我们的耳边说 快起床吧 过年了 早点放面炮去 我们便一咕噜爬起来 穿好新衣服 新鞋 跑到外面放面炮 然后等待我们的 便是饭桌上 香喷喷的饺子了 我们北方过年的高潮 是除夕之夜 最重要的活动叫 发指 一般都是在紫时 也就是二十三点到凌晨一点 传说那时候 南天门会打开 天上的神仙 会鱼贯的吓到人间 所以各家有供奉神灵的 都得出去请 当然 也有的人说 相当有福气的人 会看到南天门开 那样的人 以后一定会享受荣华 富贵 只是没有人能够证实罢了 在欢声笑语中 白天很快就过去了 夜色渐浓 万家灯火在冬夜里跳动着 映衬着白白的雪 描绘成乡村最美丽的夜晚 除夕的夜 充满了祥和于神秘 在人们的眼里 从这里仿佛能看到 美好的明天 在发指前 父亲总是提前把鞭炮 拴在一根大杆子上 靠在墙角 就等着放了 十点左右 周围的村子就开始发指了 鞭炮声 此起彼伏 响个不停 火光将天边都影了发亮 十一点半了 父亲便把我们几个都叫了出去 开始忙活 有的点鞭炮 有的点一堆火 母亲则在屋里做饭 勾光燃起 鞭炮声也响彻夜空 火光映着红红笑脸 我们围着火堆 翘着叫着跑着 那一刻 感觉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每当多晚回家 那间小屋的灯火 那间小屋的灯火 总是通亮 雨打热 我说要去远方 我说要去远方 可你到了边 在无缘意味深长劝言 你踩着单车 说要为我送行 只想多看一眼 你洋溢着笑脸 轻轻挥了挥手 怎却始终未放下 当我转身回头的那一刹间 你泪流满面 后来我长大了 母亲却老了 听风波 苏氏 莫听窗铃打夜声 何妨银笑且徐行 族杖盲鞋 兴圣马 谁怕 一缩烟雨 任平生 廖翘春风 吹酒醒 微冷 山头邪照 雀相迎 回首向来 潇涩处 归去 也无风雨 也无情 顾湘的歌 是一支亲人的笛 总在有月亮的晚上 响起 顾湘的面貌 却是一种模糊的场合 仿佛雾里的灰首 别 离别后 相愁是一棵 没有年轮的树 永不老其 禁离四年春 藏子京折首八陵郡 月明年 正通人可 百废巨星 乃重修月阳楼 增其旧之 刻唐贤 禁人师父 于其上 诸语 作文以寄之 与官夫八陵圣状 在洞庭一湖 咸远山 吞长江 浩浩桑桑 横无济雅 朝灰夕音 气象万千 此则月阳楼之 大观也 前人知树辈也 然则 北通乌峡 南极萧乡 千客骚人 多会于此 懒悟之情 得无异呼 若福 银语飞飞 连月不开 阴风怒毫 灼浊浪排空 日星引药 山月潜行 商旅步行 强行脊催 伯木明明 虎啸原题 登 丝楼也 则有 去国怀乡 悠缠未及 满目硝然 感激而悲嘴 智若冲河景明 波澜不惊 上下天宫 一碧万晴 沙乌祥极 谨民游勇 暗指 青蓝 郁郁清清 耳获 常见异空 浩月千里 浮光月经 静影沉蔽 鱼阁护达 此乐何吉 登四楼也 则有 心旷神医 宠如学望 把酒临风 其喜洋洋者 以 皆福 与长求古人人之心 获益二者之为 何哉 不以物喜 不以己悲 居庙堂之高 则有其民 处江湖之远 则有其君 是进一忧 退一忧 然则 何时尔乐耶 其必曰 先天下之忧而忧 后天下之乐而乐乎 咦 威斯人 污水雨归 十六年九月十五日 从小秋西行 北二十步 隔黄竹 闻水生 如鸣佩环 心悦之 法主取道 下陷小坛 水游清烈 全时已为底 近岸 卷十里一出 为池 为欲 为堪 为言 青树脆漫 蒙落 摇坠 参丝 批福 坛中 雨可白许头 皆若空游 无所依 日光下彻 影步时尚 亦然不动 处而远是 往来西乎 似于有者相乐 谈西南尔望 斗者蛇行 明灭可见 其岸 是犬牙 刺乎 不可知其缘 座坛上 四面 竹树 环壳 积寥无人 七神 寒骨 敲 创 幽碎 以奇境过清 不可久居 乃 寄之耳去 童游者 五五零 拱骨 余地 宗玄 丽耳从者 摧氏二小生 月树矣 月封一 环除 街 山野 其西南诸风 林鹤 有美 望之 未然而 深锈者 狼牙野 山行六七里 见闻水生 潺潺 而泄出于 两风之间者 酿泉野 风回路转 有亭 毅然 临于 全上者 罪翁亭野 坐亭者谁 山之僧 至先野 明知者谁 太守 自卫野 太守于客 来隐于此 饮少 折罪 而年幼最高 故 自号曰 罪翁野 罪翁之意 不再久 在乎山水 之间野 在乎山水之间野 山水之乐 德之心 而欲之久野 若福日出耳灵飞开 云归耳言学明 毁明变化者 山间之灵飞 山间之招牧野 野方 发尔幽香 家目 秀尔繁音 风霜高杰 水落尔 石出者 山间之 四十野 招牧尔规 四十之景不同 而乐意 无穷野 至于 富者歌于图 行者修于树 前者呼 后者应 鱼吕提携 往来而不觉者 除人游也 灵溪而鱼 犀身而鱼肥 酿泉为酒 泉香而酒裂 山摇野素 杂然而虔臣者 太守厌也 厌寒之乐 非思非竹 舍者众 亦者胜 光愁交错 起座而宣化者 众兵欢也 苍颜白发 蜕然呼 其间者 太守罪也 一而 夕阳在山 人影散乱 太守 归而宾客从也 树林阴役 名声上下 游人去 而禽鸟乐也 然而 禽鸟知山林之乐 而不知人之乐 人之从太守有尔乐 而不知太守之乐其乐也 最能同其乐 喜能睡闻者 太守也 太守为谁 卢林 欧阳修解 富士山的冰雪 已经融化 新西兰的秋天 刚刚到来 伦敦下了一夜的雨 普罗旺斯的薰衣草则 刚刚种下 加利福尼亚的海边 开满了浙阳桑 南极的科考人员 踏上了归程 太阳直射点 向北再走 日光漫长 星光灿烂 窗外绿叶 舒展开身体 躺在被窝里的我在想 世界那么大 我也想出去看看 加利福尼亚的海边 作词 完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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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柳树的枝头 焚出第一缕和黄 我难以医治的喜悦 确认着笑出胸膛 在早春的枝头 东张西望 我在春天里 当桃朵的花蕾 初思露出粉红的笑容 我百转千回的期盼 迫不及待着爬上枝头 蕴染了一束蚝火 我在春天里 当浅野的小草 长出第一缕心日 我如潮水一般的思念 冲破寒凉的束缚 飞遍万水千山 我在空间等你 当蓝队的大雁 开始飞来 我望眼一穿的等待 插上翅膀 跟着大雁的身影飞响 我在春天等你 亲爱的 我的城已经穿衣暗了 我的心已被穿了气息处雾 被开窗 于一缕晨光相 望着春光明媚的方向 我在哪里 我信你子依族 战悟 中国人 将军与光明媚的央央地 我藏不住秘密 也藏不住忧伤 正如我藏不住爱你的喜悦 藏不住风铃时的彷徨 我就是专业的谈 你舍得伤就伤 如果有一天 你要离开我 我不会留你 我知道你有你的理由 如果有一天 你说还爱我 我会告诉你 其实我一直在等 如果有一天 我们擦肩而过 我会行众脚步 凝视你远去的背影 告诉自己 那个人 我曾经爱你 或许 人一生可以爱很多次 然而总有一个人 可以让我们笑得最灿烂 哭得最凑彻 想得最深夜 吹热起的 我在门口等 夕阳下 我在山边等 叶子黄了 我在树下 月儿弯了 我在十五等 吹热起的 气排了 我在山下 等 流水洞 我在河畔 等 生命累了 我在天堂 等 我们老了 我在来生 等 在山边 我 在山岑 和昔 在山下 在山上 寺下 主要义